冯明辰姐姐标骂费死团体这悲痛的心情 曹瑞杰的叔叔感同身受 喊话支持判死刑 曹瑞杰的哥哥也PO出多张弟弟帅气的照片 谢谢很多朋友以及没见过的民众送花给他的弟弟 民权派出所外更堆满了白色花海 也有暖心的民众送饮料 帮其他的园警加油打气 我们家属都是一致都认同 而且是绝对的绝对的请政府一定要执行死刑这一块 也就是所谓的急刑 对这是无庸置疑的 对我们没办法去接受说 两个园警就是这样子被他残忍的杀害 不忍心两名使命感强大的园警殉职 曹瑞杰的叔叔喊话 一定要对嫌犯林姓吴执行死刑 那你说处以急刑之后家属还会会很快的吗 并不是我们希望的是有一个警戒 让下一个预先可能要想要伤害其他人的加害者 他能够有所警惕 曹瑞杰及土明城家属有一致的共事都希望判死 也对明德外衣监不满 认为余嫁未归是玩文字游戏自打嘴巴 他就有明文规定 他只要余嫁未归一天 他就算是逃脱 可是他已经是七天 他还说余嫁未归 这个等于是打自己的脸 当天我们就依给地检署来侦办 那相关的通报跟遗送 我想绝对没有所谓的七上满下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强调第一时间就通报检警 但林姓吴却砍了两位园警55刀 而曹瑞杰的哥哥心同po文 曹瑞杰摆pose展现健美身材 穿警服的帅气执情罩 工作之余还热爱爬山 27岁的曹瑞杰来不及开始大好人生 哥哥也提到很多民众赠花 想要募捐这么多暖心的事 在天上的你看到了吗 送上饮料小点心为同仁加油打气 陆续有民众送花哀悼 民权派出所门口堆满大量鲜花 就像白色花海一般 家属悲痛全台民众也万般不舍 TVBS新闻徐集中宋家军台南报道 台南杀警案再度让死刑议题浮上台面 而根据统计台湾目前有38名死囚 还没执行枪决 其中有三名是杀警凶手 防务部长说能执行的都执行了 主要是因为这38名死囚都有申请示线 依照执行死刑的规定 相关程序终结之前不能执行 2018年8月31号 这是蔡英文总统上任后 法务部第一起执行死囚枪决日 再来就是2020年4月1号了 这也是蔡政府上任6年来为2 各1名死囚被枪决 对比2015年马英九执政 6月5号这一天 法务部就执行了6名死囚枪决 马政府8年枪决33名死囚 蔡政府至今6年 为何只执行2名死囚枪决案 目前可以执行死刑 都已经执行了 据了解这38位都有申请宪法审查 23号法务部长蔡清祥被轰 摔锅给司法院 她说上代执行的死刑犯 都有申请宪法审查或是再审非常上诉 因为根据执行死刑规则 法务部收受最高检察署承报的死刑案件时 要确认死囚 有没有申请司法院大法官解释程序在进行中 而如果有 那就不能在相关程序终结之前 另准执行 现在38名死囚中 有32人以最高法院分案规则 连申条款有违宪之余 申请释宪 宪法法庭也已经受案受理 另外6人则是针对法规 例如主张刑法等死刑规定 抵触了宪法保障人民生存权 认为违宪也申请释宪 不过司法院回应执行死刑规则可是你法务部定的蔡清翔再回 那会来检讨制度有没有不合时宜 我们现在还是按照法律的规定 用最严谨的态度来依法行政 那所以并没有所谓目前废死的状况 那也许这是未来努力的目标 但是现阶段都是要依法行政 目前三审丁验被判死刑 还没枪决的有38人 其中更有三个人是犯下杀警察的凶手 但这38名死囚到现在都还在为捍卫自身权益 申请视线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这起杀警案警戒高层案发之后 全员出动弃凶 而现在林夕吴被收押 脸书靠北警察有篇讽刺文章 大酸警政署长黄明昭 跟警察局长方养宁指示作秀 作者也向铁路警察李承翰道歉 他走之后什么事情都没有改变 而文章还提到署长没穿防弹衣 也到围捕现场 特意在嫌犯被压好压满的时候 穿越重重警力站到镜头的最前方 不过署长掌握关心重大刑案 也是应该的 层层警力围捕杀警兄前 林信吴被压制在地 传来这个声音 来摄影摄影摄影 来署长 署长给他署长过来 警政署长黄明昭拿着手机 走到最前线 确认嫌犯落网 跳到这里 黄明昭亲自率队逮捕恶徒 这段影片被质疑署长露脸是作秀 脸书靠北警察也有一篇讽刺文章 酸署长黄明昭在人犯被压好压满时 穿越重重警力站到镜头最前方 建议生四线一心 文章也痛骂司法体系 对罪犯们的怜悯 也感谢蔡总统绵密的社会安全网 再度让台湾的警察见下鲜血 最后作者向殉职的铁路警察李承翰道歉 你走之后什么事情都依然没有改变 署长在抓到嫌犯 两三分钟内他就打电话跟我讲抓到了 当时我没有任何的喜悦 23号上午10点45分 许国勇南下未免辛苦的同仁 彻夜未免17小时破案 下午1点苏葵到灵堂上香之后 也到台南三分局表扬有功的人员 此时此刻两名殉职原警 在殡仪馆解剖验尸 而赞赏有功的原警也是应该的 逃逸的两名当中 其中一名我们怀疑是张希敏 2004年7月围捕张希敏 当时的警政署长谢盈党 现场带队作证 头盔防弹背心都没少 相较这一次逮捕林信吴 署长黄明昭连防弹背心也没穿 两个行动都是抓恶徒 一个在删去了仓库 一个确认人下车就要往中捉鳖 署长关心逮捕行动无可厚非 但是挤在专案小组当中露脸 还是等逮捕告一段落再出现 该如何拿捏免得变成作秀 考验官员智慧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前新竹市市长林志坚硕士论文 被台大中华大学都认定抄袭 学位被撤销 先前被卷入风波的于正皇 也硬起来要提告 相信用交易记者韦佳琪 带你来关注政治焦点前新竹市长林志坚的论文 门岸到现在都还没有落幕 尤其是之前他的台大硕士论文也被认定是抄袭 但是虽然被认定是抄袭之后 但是并不代表这件事情就没事了 现在这个原创者要喊提告了 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的是 这台大的硕士论文被质疑着林志坚是抄袭着原创者于正皇的 那么于正皇在整个事件的一开始 原本就默不作声 但是随着事情的演变 后来他也委任了律师来帮他自己捍卫清白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现在尽管这论文已经被认定了 的确是抄袭他的 但是他也不想要姑息其他造谣的人 包括了谁第一个提告的就是自称吕美教授 本名陈时分的翁达瑞 他说他曾经讲了于正皇才是抄袭者 所以现在于正皇不忍了 要告他诽谤 而且他变成第一个被告人 他的律师今天提出了这个提告的证据 强调无论对方是住在美国还是住在火星 不管在哪里一定告到底 因为这是一种态度 不少的网友也拍手叫好 但现在最后能不能还给于正皇一个清白 就看司法怎么审判了 提告是一种态度 这个态度是必须表现出来 于正皇律师初级提告了 苏状书上被告人诚实份 证明或许没听过 但笔名翁达瑞可就不陌生 过去常在脸书发表政治评论 也被拦引质疑是绿营测译 而在林志坚论文事件中 直指是于正皇抄袭 林志坚翁达瑞的类似po文还不少 如今台大给了清白 于正皇也不忍了 翁达瑞先生一直在网路上 对于正皇先生的相关事情做出不实的指控 他当然是以这个诽谤为主 但翁达瑞似乎没受影响 脸书持续发尾 最新针对中华大学认定 林志坚抄袭 他还批校方调查是名不符实 只是翁达瑞自称旅美那诉状如何送答 律师说有检方处理 也强调就算助火星也要告 且翁达瑞不会是最后一人 事件没随着林志坚退选落幕 但双方纠葛从何展开 在于正皇谢词中提到 陈明通助理杨喜慧是大功臣 那这位杨喜慧究竟是何方神圣 非常有情有义的 何医师就上去看了一下 然后我爸就恢复了这样子 镜头前活泼开朗 他就是杨喜慧 现居纽约担任各大访问学者 在柯文哲2019年访美行时 他帮忙牵线美国学者智库 也全程自费跟团 过去就读台大国发所博士班 据悉杨喜慧和于正皇交情不错 所以当时特别替于正皇 请托陈明通帮忙 或许正是论文案的关键人物 而林志坚说是学位惨遭双杀 现在就被酸 他可以说是史上最会抄的那个男人 跟对人的话就可以平步清云 相信我们再交给佳琪 而现在林志坚的论文门又发展到中华大学 也认定他的硕士论文是抄袭的 上次中华大学前一天还发出声明稿指出 这指导老师现在也难辞其咎了 包括了谁 包括他的指导教授贺力行 也是逐科计划的共同执行人 还有他的口试委员李友征 他们说对他的论文跟报告的高度 雷同却不查明 明显有疏失 现在不止林志坚的论文要被撤销了 现在就连这两个老师都要送教评会来做检讨 看来这风波是越滚越大了 不过国民党的市议员 当然是抓紧机会猛酸了 台北市的市议员游淑慧就说了 哇 这林志坚可以说是史上最会抄 他说了两个硕士论文都是用抄的 是旌旗掉光打回原状 好在呢 现在还是中华大学的学士 更酸说原本是两个硕士 现在只变成两个学士了 他说呢 其实林志坚是跟对人之后平步青云 从新竹市议员一路爬到新竹市长 甚至要是没有这论文门差一点 就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桃园市长了 他说呢 其实他的求学之路就像蜗牛一样 虽然爬得慢 但是还是爬得完酸度破标 前总统陈水扁指自己早就劝过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 要选就早点辞 批这样会被说是采万具尸体时机而上 今天陈时中淡淡回应 虚心受教 似乎不想再起破篮 深夜突然造访酒吧和年轻人拉近距离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撩下去 自己的酒自己调 这也算久违镜头前拿起酒杯 毕竟过去他喝酒唱歌画面 不断被对手拿来酸 一度让陈时中喊疯漫 其实陈时中要转换跑道 现在也被说太慢了 过去一位福部长这身份 确实让陈时中难摆脱质疑 疫苗采购价格 河中研院院士陈培哲就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都在官网 特别设置一栏 公开所有国家购买新冠疫苗价格 那我们为何不 没有国家直接去公布单价的 大家都从相关佐证的资料来算的 台湾也都可以算得出来 就怕影响选情 但还要担心的是林志杰论文遭双杀 那他已经离开了 每一个事情都可能对选情有一些影响 那不过呢 我们还是平常心 努力用政见来争取大家的支持 陈时中避免内忧万患 同样把选情双杀 TVB是华少平里作恒台北报道 而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蒋万安接受TVBS的独家专访 面对对手台北市副市长 黄珊珊不断的拔装 蒋万安强调自己正蓝军的身份 更大谈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敏感时机访路给党庄的建议 不再佛系硬派的大选战 现在这个雨下这么大 我知道很多地方有淹水 我们那边有没有淹水啊 交代助理确认各区状况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接受TVBS独家专访前 台北市突然下起了强降雨 新崖里那里 它比较容易淹水 那最严重的地方 我们看怎么样赶快协助 然后派员去 然后有需要什么物资杀包啊 前了解最容易淹水的地区 蒋万市长实习上线中 想及时掌握状况 就不能不多跟他们联系 不只是里长 常常跟我们直接通电话 常常半夜有需要 打给我马上经营的来协助 这事的反击 不只有黄珊珊会跟里长直通热线 自己也有吗 毕竟两人现在都在抢蓝军的支持 我就是代表国民党代表郑蓝军 是中华民国的蓝 宣誓自己才是郑蓝军 但光是蒋万安一个人 在前线打仗能力优先 本该奥援的党中央却扯后腿 在围台军演之际 夏立言还带队跑去对岸访问 党中央其实应该可以多跟党内来做一些沟通 大家一起来讨论 我觉得这样子来做一些决定会更周延 要党中央也帮参选人们多想想 要看看两个对手背后有多强大的资源 陈志宗候选人 他们就是拥有非常庞大的资源 竞选经费 以及可以动用整个行政体系来帮他们选举 所以我们看到之前传出来走路工的怡云 黄副市长简单来讲就是柯规黄水 他就是受限于柯文哲市长他的框架 左栓陈志宗的走路工 右批黄山山是柯文哲的硬生虫 蒋万安不在佛系打选战 宣告要跟对手开战了 TVBS新闻催众群 韦佳琪台北采访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